来听听肉包说的小故事吧 大白猫和想象中并不一样 它总是冷冷地望着小狗 有时甚至连爪子都不记得收 就照着奶狗的脸呼过去 慢慢地小狗长大了 大白猫在它面前渐渐成了小白猫 大狗想好好教训白猫一顿 于是将那一团雪白踩在了脚下 它原以为那是一只硬邦邦的 和石头一样的动物 和此刻才突然发觉 白猫的身躯竟是如此柔软 这不由的让它想到了 在鲜窝的第一个夜晚 它就是躲在这种温暖里 渐渐渗少的 大狗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天夜里白猫睁开过琉璃般的眼睛 哪里来的小东西 好脏 白猫想着毛刺刺的粉色舌头 默默舔进了小奶狗的皮毛 被浅了毛的奶狗 呼了一声 模糊睁眼 维持一场梦 梦里 它的漂泊终于结束了 有只大猫 对它很好很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